嗨,大家好,我是希兒 今天又來到了開箱的時間了 是不是非常的興奮 這一次是每天都會陪著你的小夥伴 也就是我們的鍵盤 我桌上現在已經可以看到一支排開的鍵盤 我桌面非常的大,非常的寬敞 一次就可以擺下這麼多把鍵盤 現在在桌上的這個就是為大家介紹的是 Cherry MX Pro 3.0s 那它究竟有什麼特點呢? 讓我們來給大家看,開了細部吧! 鍵盤一共有三色,全鍵盤無螺絲 採取一體成型的鋁合金CNC陽極烤漆 是緊湊的109件設計更節省桌面的空間 按起來的話按壓手感上面 有人體工學的鍵盤高度 對長時間打字的玩家可以減少疲憊感 我自己很喜歡這個粉色 它是金屬粉 所以你會看到它是霧面然後有點消光 但是又會看到金屬光色 超美 這個女生能不拿嗎? 這一把呢粉色就粉得很漂亮 那它的背面是長這樣子的 真的是你不會看到說上面 都有什麼螺絲釘的孔啊什麼的 都沒有非常的簡約 這一把是無線的鍵盤 所以呢它這邊就是一個USB的充電孔 然後跟主要的開關 開關開了之後 它就會直接亮起來 那你只要有那個感應器的話 就可以直接給你的電腦配對 也不需要再另外安裝任何的東西 好的那這邊呢我們也為大家展示一下 它的自閉的一些燈光效果 那不管是在桌燈上還是在背光的情況下 其實它的LED顯色都是非常的漂亮的 而且漸層的速度呢也可以自行做調整 除此之外就可以直接按Function加F12鍵 去切換它整體的一個燈光效果 不知道大家比較喜歡哪一種 我自己的話我會覺得彩色漸變 或是像它淘燈的這樣子一個效果來講 我就還蠻不錯的 尤其是如果你要帶出去人Party之類的場合 就很需要這樣子的RGB燈效 可以整個展示你自己的鍵盤 當然也可以去換一些鍵帽 來讓自己的鍵盤變得更獨一無二 它的鍵帽是採取ABS雙色鍵帽 那表面的材質呢 有經過特別的消光打磨處理 所以更不容易留下在乎 最重要的是它的觸感是柔和絲滑的 那搭配它全綠框的底座呢 整把呈現出來的就是一個德國工藝的細微質感 那它的側面設計當然也是不馬虎 有一個菱角線的設計 除了100%以外 當然你桌面空間如果不夠的朋友們 它也有60%的 就是少掉數字鍵的版本 那這邊也給大家看一下 但這一把就不是無限的了 好的 那來到了黑色的這一把 唯一跟粉色白色最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是側刻的 那它除了英文以外呢 它的中文還有註音也都刻在上面 那整體的光彩效果 甚至看起來就非常不一樣呢 還有它的軸是玉軸 所以按起來的反饋呢 跟青軸不同 也跟紅軸不同 它是介於這兩者之間 但是按起來有種Q彈的感覺 那它的空白鍵當然也不馬虎 它有做一個倒角的設計 金屬手托有三種顏色 除此之外呢 它還有多了五顆鍵 分別是在ESD鍵的旁邊 有一個CHERRY鍵 那這是可以去做一個自定義的櫻桃鍵 那除此之外 還有在右邊的部分有四顆鍵 在九宮格的上方是媒體鍵 跟Windows的小算盤快捷鍵 這些都是方便使用著 可以去更快速的把東西叫出來 好的 我要總結一下 就是在我介紹的這麼多之後 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呢 就是我覺得在這次的三色 這個NS Blue 3.0s裡面呢 我最驚艷的是無線鍵盤的粉色 因為我覺得它的粉 第一個不刺眼 非常的柔和好看 那一看以外呢 它是一體成績的底座 那另外一個點就是燈光變化可以自定義 這個也是蠻重要的 那除此之外我覺得還有個地方 就是Cherry的玉軸按起來呢 不會太吵也不會太安靜 它剛剛好就是在一個非常好的聲音 另外它的反饋感是非常的Q彈的 所以在按下去的同時你會得到一種爽感 那是我覺得前所未有的 在這次開箱裡面最有特色的地方 那不知道大家自己是喜歡哪一種爽 還是你到現在還沒有開始買機械鍵盤 也歡迎留言跟下面告訴我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了 大家掰掰 再見